字幕 assistant エ... 大家好 我是刘鼎 AKA 好久沒有拍一週系列啦 沒錯因為要開學 所以我回到了北部 那我昨天去參加Youtuber運動會 非常好玩 那 也會有影片 所以回家之後呢 把影片傳一傳 然後我就很累 然後我就睡著了 結果一路睡到了晚上六點多 對 然後我六點多起床 就非常想要吃胖老爹 所以我就想說 乾脆來拍 XD企劃 只怕週只吃胖老爹 沒錯 很久沒有拍一週企劃 那這次一週只是胖老爹 感覺就要變胖 所以這次一樣會來量體重 這一次呢 會每一天都在吃之前先量一次 然後最後一次量呢 是吃完第七天後的隔天睡醒量 睡醒體重最輕嘛 我們來看看 一週只是胖老爹 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變胖 胖老爹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那大家也覺得不錯吃 但是吃太多真的會膩 所以我每天可能會點點不一樣的 那 先來量一下今天的體重 來今天體重 OK今天體重是71.8公斤喔 之前有人會說 我量都有拿相機 這樣怎麼測得準 其實是測得準的 因為每一次量都有拿相機 所以呢 總共增加幾公斤是一樣的 一開始的體重是X加相機體重 最後的體重是Y加相機的體重 減一減一樣是那個差距 OK 那現在是8月31晚上8點喔 第一天 第一天我點了我最經典的組合 我每次吃胖老爹都這樣點 首先是三個雞腿喔 加上一個雞翅 再加上一個五股雞腿排 這是我每次必點的一個組合喔 喔 蠻多的 吃完一天都會有一點點膩 那這次不知道吃一週胖老爹的東西 會是怎麼樣 好 首先來吃一個 我最喜歡的五股雞腿排 然後我今天 忘記 叫飲料 有點尷尬 所以等一下吃完應該是蠻渴的 再去喝個水 今天忘記叫飲料了 好 那我們先來吃這個五股雞腿排 喔 好讚喔 我一起床就超想吃這個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一會台北就想吃這個炸的 嗯 嗯 好吃 烏烏雞腿排真的不錯吃 再來是雞翅 嗯 嗯 還不錯 我現在很餓 這些都很棒 最後是這個雞腿喔 交了三隻啊 雞腿真的是蠻讚的 先來第一隻的雞腿 欸 它的雞腿排水分很夠 雞肉的水分非常多 非常多汁喔 吃都可以聽到這個 我吸這個肉汁的聲音喔 嗯 很不錯吃 而且 那個溫度也夠 蠻燙的 那好久沒講了 馬上進入第一天的胖老爹之旅 好 吃完了 喔 超級飽啦 超級飽 而且加上昨天運動會 身體痠痛 現在吃這個 喔 超級飽 有點太飽了 它味有點膩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偏鹹啊 然後可能有用奶油去提味 飽 我不確定 它偏鹹 它的外皮跟它的油偏鹹 就是偏油偏膩偏 偏鹹這樣子的感覺 明天應該不會點這麼多油的東西 我可能會點一點比較 比較清淡的喔 然後比較少一點 然後一天吃多一點 一天吃少一點 你給我辦法吃完這一週 OK 好 那我們再看看 剩下六天都只吃胖老爹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吧 那的 我剛剛吃完嗎 只是我剛剛吃完過大概半小時 然後我傳完檔案上去之後 我眼睛超痛 然後我看一下 鏡子 眼睛現在超級紅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吃胖老爹過敏 不太可能 因為我平常吃胖老爹都沒過敏 我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所以 先記錄一下 好 那 沒狀況的話 明天還是會吃胖老爹啊 這個紅的狀態 已經差不多 二勾玉了喔 血龍眼 二勾玉了喔 三勾玉了喔 現在是9月1號下午5點多 第二天 好 那眼睛的部分應該是沒問題 昨天可能是熬夜的過敏吧 應該不是吃的問題 那昨天吃完後來 有一點點小拉肚子 但是拉完之後也就沒事了 所以我今天叫的比較清淡一點 那 在吃今天的之前呢 先來量一下今天體重是多少 71.8公斤 OK那跟昨天一樣是71.8公斤 沒有增加 那今天點的是平常胖老爹我不會去點的 比較不一樣 首先是薯條 從來沒有點過 先吃吃看 偏軟但是還是有它的脆度 然後 咬起來粉末比較多 還OK 還OK 再來是這個小雞丁喔 雞泥花喔 這外皮比較沒有像雞腿一樣那麼的脆 它就是簡單的小雞丁肉 然後今天有點他們冰箱的飲料 這樣才不會太渴 再來是薯餅喔 欸 外皮還是偏鹹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餅肉還不錯吃 最後是雞塊 它裡面的雞塊肉是紮實的 但吃起來就還好 好 那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天的胖老爹之旅 OK吃完了 那今天比較OK 就是吃完沒有什麼膩的感覺 因為都吃比較小的東西 那還是會飽啦 那今天不要吃太飽 因為昨天真的是吃太飽了 那明天應該會再點一些不一樣的小東西吃吃看 那我們就看看剩下五天都只是胖老爹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吧 好現在是9月2號晚上7點多 那已經是第三天了 那今天一樣先來量一下體重 72.4公斤 好72.4公斤喔 比第一天跟第二天的71.8公斤多了0.6公斤喔 出乎我意料 沒想到第三天直接上升蠻多的 好那今天我一樣是點那個平常不會點的 那差不多都點過了 所以明天開始就會是一些綜合的搭配吧 首先第一個是洋蔥圈喔 唉唷 很酥脆的外皮 洋蔥的味道適中 還OK 一樣有拿他們冰箱一個雪碧喔 再來是這個什麼披薩球的喔 噢 它裡面就是那種 很像芝心 Pizza那種芝心餅皮 裡面有那種起司的感覺 嗯 天汁啊 這個好吃耶 好吃好吃 好最後是這個煉乳銀絲捲喔 擠上煉乳 吃吃看 挺好吃的耶 它的銀絲捲是脆的 然後有味道的 然後搭配上煉乳 整個感覺非常好 今天這三個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尤其是披薩球跟這個煉乳銀絲捲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那今天也較比較少 因為最近有點那個身體不太舒適喔 因為之前有三日偏箱嘛 三十分鐘的影片 然後之前還有很多十幾分鐘的長片 都花了很多時間在準備 然後 沒有好好休息喔 三日偏箱教室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不只感動 有正面意義 而且它還是蠻好笑的 三十分鐘很快就可以看完 我覺得相當不錯 我的八月整個是花很多時間在拍影片 雖然成效啊 非常不好 成效非常不好 但是 花了很多時間在拍啊 也拍出幾個我覺得還不錯 自己蠻喜歡的作品 沒有好好休息 所以呢 現在上台北之後有點不太舒服 像 脖子這邊也有過敏 都抓到過敏喔 然後 身體都一直維持很累的狀態 所以呢 今天也吃比較少 那 好好休息齁 我今天會好好休息一下 接著會點可能還有沒有點過的 或是做一些綜合吃一下 那馬上進入第三天的胖老爹之旅 好吃完了 說不多 但其實 還是蠻飽的喔 真的 因為披薩頭跟銀絲卷都是屬於比較紮實 比較多的東西喔 所以整個吃完之後還是蠻飽的 今天目前還OK啊 就身體比較累 但是不是胖老爹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 接下來 四天都只是胖老爹的話 會不會變胖 會發生什麼事吧 現在是9月3號第四天晚上7點多 一樣 先來量一下今天的體重 11.9公斤 好 71.9公斤喔 比昨天的72.4又下降了0.5 然後比第一天第二天的71.8 多了一點點 這個體重的幅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我們就繼續測試 那今天呢 比較了一個第一天的五股雞腿排 再來是還沒叫過的甜不辣 量很多耶 這甜不辣 屬於外皮沒有很脆 但是 整個還蠻扎實的感覺 一樣有飲料 可樂 昨天休息過後呢 今天非常精神不錯 然後我就趕快去準備了我會員的生日禮物 我的會員現在不到10個 但是呢 每個都很會挑時間入會 都挑自己生日要到的時候入會 所以我就得趕快去準備你們的生日禮物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得到生日的專屬影片 那如果是加入300塊的綠眼鏡好夥伴這個會員部分 我就會專屬的切卡片寄禮物到你要的便利商店 然後我的禮物都準備得還不錯喔 我的禮物加那個運費加起來都超過300塊 就是一個回饋啦 你們願意給我鼓勵 我也非常願意回饋給你們 好 那今天最後的這個 黃金油米花 應該是這樣講吧 黃金油米花 喔 油的味道出來喔 炸的也蠻酥脆的 欸這個不錯吃 黃金油米花推 嗯 那今天就是一個綜合組合喔 那就馬上進入第四天的胖老爹之旅 好 吃完了 飽了 我覺得這是 這幾天吃下來就是最綜合的一個 所以我覺得胖老爹應該是要 有一個主餐喔 雞腿雞塊或是雞腿排 然後搭配一些小的甜點 我覺得這樣子是最好吃 可以非常OK喔 精神也很好 什麼都非常狀況良好 OK 那我們再看看 剩下三天 都只是胖老爹的話 會不會變胖 會發生什麼事吧 欸 現在是9月4號晚上7點多喔 第五天了 那一樣先來量一下今天的體重 T11.7公斤 又變瘦了 看來昨天吃太少了 今天要來吃多一點喔 那今天呢 點的是一個也是組合套餐 雞腿一隻 然後雞翅一隻 再來一次 我昨天很喜歡的黃金油米花 以及雪碧還有 煉乳銀絲卷 那今天比較餓吃的 比昨天多一點點了 那我們這些也都介紹過了 我們就馬上進入第五天的胖老爹 吃旅 好 吃完了 OK喔 今天這個綜合也是不錯 然後有飽到 銀絲卷在 然後有米花在 雞腿雞翅 正常發威 雖然一周這樣吃有慢慢比較膩 但是呢 我這樣綜合之後呢 感覺又還好 那我們再看看最後兩天 只是胖老爹的話 會不會變胖 會發生什麼事吧 現在是9月5號 倒數第二天 晚上6點多喔 趕快再來量一下今天的體重 72.2公斤 好 72.2公斤喔 這樣每天這個體重有點上下起伏不定 不過呢 整體來說現在還是變胖 所以最後兩天可能7吃 我覺得有可能突破72.8 比一開始上升超過1公斤 好 那今天呢 一樣是綜合先叫了一個熟悉的 五股雞腿排 再來是披薩球 還有一個新的沒叫過的 花枝丸 來吃吃看 普通普通 但是味道還有入味 還OK的一個花枝丸 好今天這樣開一個雪碧 那馬上進入倒數第二天的胖老爹之旅 好吃完了 小膩小膩 還OK 這一週吃下來目前還OK 剩下一天 明天吃之前會量一次 然後吃完後 隔天我們再量一次 OK 看最後到底會變胖幾公斤 好 那我們就看看 最後一天只吃胖老爹的話 會不會變胖 會發生什麼事吧 現在是9月6號 最後一天晚上8點多 一樣先來量一下體重 72.6公斤 72.6公斤 又比昨天胖了一點點 好 那今天 最後的 雪碧 黃金 有米花 薯餅 還有兩隻雞腿 好 這就是最後一天了 也是這一週最後了 其餓量比較適中 然後也比較晚吃 因為我昨天熬夜到早上 都在玩 NBA 2K20 終於開始了 好 那就馬上進入 最後一天的胖老爹之旅 吃完了很飽 OK 先夾一點心得就是 整週吃下來是有點膩 前面吃到膩了之後呢 吃一些綜合之後 欸 把膩的感覺慢慢減少 但是最後還是有一點點的膩啦 身體的部分呢 除了前一兩天 有一點點拉肚子 後面就沒有了 應該是身體適應的啦 那體重的部分就是 一直上上下下起伏不定 然後這一兩天又比較高 好 那最後到底會增加幾公斤 我明天起床的時候 來量量看 做一個結尾 好 現在是9月7號的這個 下午4點55喔 啊 那起床了 這麼晚起 那馬上就來量一下吧 71.8 好的 那這一次的 X綠曲畫質 一週只是胖老爹 成功 好的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果 是71.8公斤 那我們一開始是 71.8公斤 感覺沒變了 啊 沒事吧 不是 我們要買 他還算我比較便宜 不行 我們今天就是要花一千塊 沒關係 你們去花貴一點的 那價錢變得只有花 75塊 好 我們還是謝謝老闆 謝謝 好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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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925 台南的夜市就是人情味 台南就是人情味 用錯地方了